大家好,欢迎收看吹晃频道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 九宝野校太阳老师 基钓密钻 钓鱼专栏文章里面 第五章第一节 讲到说指线长度的应用 到底指线长度要用多长 然后要怎么样练习 让我们的基钓技术更好 这一章这一节来跟大家做介绍 一起来看看吧 GoGo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 九宝野校太阳老师 基钓密钻 钓鱼专栏文章里面 第五章第一节 这里讲到指线长短 怎么这样的使用应用 在这一节里面来介绍 我现在这个是文章里面的一张照片 是九宝野老师正在调整指线长度的一个画面 我们最上面来看一下 好 这个就是基钓密钻的刊头 然后这个是九宝野老师的介绍 好 这边就是第五章 第五章主要讲两个议题 第一个是Tana 就是吊棚的深度 还有Hallis的长度 这是在这一章 来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基本的学习 好 我们今天看的是第一节 第一节是讲说 Hallis的就是指线的长度 来给大家做说明了解一下 好 那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文章的内容了 那文章的标题是指线的长度 我们来做了解一下 这边一个标题 也算是一个小结论 就是说长的指线很重视 让鱼很容易的吃到 但是短的指线也有好处 短的指线很重视操作性 你操控这个钓组更能灵活运用 所以各有各的长处 好 那这边呢 文章有三段 他就讲到说 在堤防钓鱼的时候 我们就去钓黑毛的时候 很多人都一起做钓嘛 港边特别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常常跟九宝野老师做钓的人 旁边就看 九宝野老师来了 老师 你的指线怎么用得那么长 这个呢 我们平常都没有那么长指线 老师用的指线特别长 老师说对 因为其实这个指线的长度 其实要看怎么样 看水深 你水深有三米的 你指线当然不能太长 你抓个两群就三米了 对不对 所以呢按照水深来取指线的长度 这是一个考虑点 那第二个考虑点就是地形 我今天的钓场是直落深度 很有的一个钓场的话呢 我当然可以用长指线 但是呢 我今天的钓场 如果是这个平缓浅到海里面的 像是一些基岩钓场 它可能靠近你的地方呢 距离海面还有一段长度的 可能也不适合用到长指线 因为长指线在钓进岸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挂底了 所以呢 指线的长度 基本上是按照水深和地形环境来决定的 好 那老师呢 常常使用 长达四公尺这么长的指线 那这么长的指线 他在使用的时候 旁边看到 特别是那些新手 钓鱼新手呢 都会觉得很惊叹 哇 居然还有人用那么长的指线 因为呢 一般来说 用长指线很难用啊 因为呢 你知道 我们如果整个浮游基调的钓阻 从浮标到钩子 的指线抓到三寻四米这么长的时候呢 我们 如果要 要换耳了 这时候呢 你回收钓阻 你会发现你很难掌握那个钓阻啊 原因是因为 你的浮标高高在上 你那钓子呢 怎么飘 你可能抓不太到 所以呢 这么长的指线是不容易控制的 但是呢 用那么长指线 一定有他的道理 那他这边呢 老师就先一个简单的结论是说 用比较长的指线 对于鱼吃食的这个违和感 鱼比较没有戒心的 鱼比较容易吃下你这钓子上的耳 所以呢 他比较建议大家呢 使用长指线 特别是呢 你在用浮游基调的时候 浮游基调的原理呢 其实从浮飘下来 都是小小的牵锤 这个小小的潮瘦 几乎都是用整个指线的重力呢 在让钓子缓缓的下沉的 所以呢 用长指线 特别能发挥浮游基调的威力 而且呢 让鱼吃食 完全没有戒心的 所以呢 他特别鼓励大家使用长指线 不过呢 必须要循序渐进 所以我们后面看怎么样 好 接下来的文章的下两段 他在后面都有这个图解的 那我想说用图来解释会比较容易 所以呢 我们继续往下面看 好 这个指线越长啊 在海中自然垂下就定位 而且让你的浮飘微微下沉的那个情况 就是就定位的这个情况呢 是要花比较长时间的 所以呢 刚开始的新手啊 你可能就是用一定的长度 你不要用太长 然后呢 习惯了之后呢 你再慢慢的加长你的指线 好 那我们来看看指线呢 长短有什么差异 好 大家看到左边这个图啊 左边这个图呢 讲到说 我们如果从浮飘到钩子 这一段的长度 他们叫做 浮飘以下 就是浮飘以下到钩子的这个距离呢 如果是固定的话 就是 这边是抓三巡 三巡 这边先跟大家带一下 大家知道什么是巡吗 巡呢 其实就是我整个拉 手背长度 就是一巡 那三巡的话呢 就三个手背长度 那一般的概念是 一巡啊 大概是1.5公尺 三巡呢 就是4.5公尺 有这样的概念 那 这边呢 这个图 就跟大家解说说 如果呢 浮飘到 指线的钩子的长度呢 是三巡的话 我们呢 如果用浮飘游动的距离呢 我们只抓半巡 而且我们指线长度 拉到2.5巡的话 这是第一个设定 那第二个设定呢 是 我的游动长度 是一巡 然后呢 我的指线长度呢 是两巡 那这样加起来还是三巡吧 对不对 好 那第三种 我用短指线 我的游动长度呢 我抓两巡 那我指线 我只有一巡 好 这三种的吊组呢 在海中飘荡的情形呢 他画给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 越长的指线 从上面飘荡下来到下面 就定位的一个情况呢 他是需要最长的时间 所以呢 在那个左边那边 箭头的画最长的一个箭头 那中间这一个阶段 我们使用两巡的指线 中间这个蓝色的部分呢 他飘荡下来的时间 是中等的 那当然指线最短 这一巡的 就是红色的部分呢 他指线飘荡下来 就定位时间最短 马上就可以就定位了 可是 可是大家想一想 我这个吊组 怎么样的情况 最自然 就是呢 指线最长的情况 最自然 所以呢 在这个 用最长指线 2.5旬的情况呢 他这样飘荡下来的一个程度 配上海流的一个情况 整个是最自然的 所以呢 还是建议大家 尽量用长指线会比较好 好 那接下来是右边 右边呢 就开始跟你比较说 长指线有什么优点缺点 短指线有什么优点缺点 短的在下面 长的在上面 我们先看 长指线的优缺点 好 首先呢 长指线的优点 刚刚都跟大家带到了 长指线呢 因为可以在海中 飘荡的最自然 所以呢 在整个吊组 在海里面 呈现的状态呢 是最自然的状态 鱼吃耳 吃这个钩子上的耳呢 是最没有戒心的 没有违和感 是最有钓鱼几率的 那再来是说 大家可能会想说 啊 这个指线那么长 他丢到海里面 怎么可能飘荡的到下面 怎么会这样 他说 因为啊 我们的指线 使用的是碳线线 大家知道 碳线线其实比重是最重的 在海水中是会沉水的 所以呢 这样子高比重的碳线线呢 到海里面下沉 会一定会自然下沉的 而且呢 就是还会下沉的蛮自然的哦 那 这边呢 他就顺便带到 哎 缺点就来了 线线那么长哦 你不太好控制哦 举例来说 我们呢 如果说要把这么长的线线 使用我们抛头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浮标 伸到快要接近岗尾的地方 我们再做抛头 因为那时候呢 指线可能就垂在你面前了 那这样抛头出去 那特别难的是 你回收的时候啊 你回收的时候 一般来讲 我们都会想办法抓住那个 吊主上的浮标 因为那个才有重力嘛 抓到那个浮标 你才能整个吊主收回来的 可是你抓到那个浮标的时候啊 你指线那么长哦 都拖地啦 拖地呢 在焦岭吊场就很容易勾到有的没的 就是临时解不开 残线有这种情况 所以呢 使用长时间的坏处就是 不太好控制 这个整个吊主不好控制的话呢 有时候就残线要换线的就很麻烦 这是它的缺点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这个短子线的部分 好 短子线呢 下沉的速度呢 因为这就定位是最快的 所以呢 它的下沉情况是比较不自然的 如果今天 鱼如果是挑嘴的 就不太喜欢你这个儿 它就觉得这个就是很怪 我就不吃这个儿 你的钓鱼几率就会降低的 好 那再来是 那它有什么好处 因为它指线短啊 短的话呢就好操作 整个吊主呢 我可能几乎 我抓到浮标的时候呢 我顺便连子线都离好了 所以呢 不会发生残线或是勾到地上的情形 这就是短子线的好处 那它这边也介绍 其实短子线不是说完全不行 如果今天这个钓场 你已经知道鱼的深度了 你这偏光镜一看 就知道鱼已经大概在三米那里 我们呢 就赶快把钓主 就定位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这时候 你需要这个短子线 让你的钩子上的尔 尽快的送到你指定需要的深度 直接呢 就可以跟大鱼相会 直接钓上大鱼 不用说慢慢的飘荡 然后引于上钩 不用 这是有差异的存在 好 那接下来这个左边 左边这个图呢 是在解释说 这个长子线跟短子线 跟幼钓同步的关系 那这个长子线啊 因为它可以随着海流的飘荡 而且呢 缓缓的下沉 那这时候呢 因为跟海流的步调是比较类同的 那这时候你打幼儿 打幼儿比较容易造成幼钓同步 你的幼儿呢 只要瞄准那个浮标的附近 打下去 那大致上来说 都会跟你的指线呢 形成幼钓同步 幼钓同步的时间是最相近的 维持的时间呢 也是最久的 让你呢 纵鱼的距离可以增加 那如果说你是用短子线的话 短子线的话 因为它就定会时间快 所以呢 它会提早的下沉 那这时候呢 就跟海流里面 那些我们打的幼儿呢 就幼钓不太同步了 即使同步呢 同步的时间也比较少 所以呢 这时候呢 纵鱼的几率就会下降 这是长短子线不同的差异这样子 好 那我们了解了长短子线的差异之后呢 那我们来思考一下 我到底要用长子线还是短子线 那我要开始怎么练习呢 这边红色的部分 老师就一个结论说 其实啊 你一开始 你先用两寻 用两寻的子线来做基准 然后呢 反复的把这个两寻的子线练手 练到呢 你可以顺利的控制它 然后呢 让这个钓组呢 能够缓缓下沉 之后呢 再慢慢的加长 慢慢的加长 能够提升你钓鱼的几率哦 好 那文章里面呢 就讲到说 大家使用两寻 用两寻来练习 这个两寻呢 不是什么 特殊的计算出来的 这是长久以来 大家的一个经验值 觉得呢 这个两寻 不是很短 也不是很长 就很适合操作 那终于几率也不小的 这个长度 所以呢 大家可以用两寻开始练习 好 那接下来这一段呢 下面有图简的 所以呢 我们来往下面看一下 好 那这个是 久保里老师 一样 在调整直线长度的一个画面 也是我放在这一集 看头的一个画面 好 那这里呢 他一个图说 他说 他说我们呢 操作这个浮游基调的时候 我们先用一个 不是很长 也不是很短的纸线 我们把它习惯之后呢 我们再开始增长 我们的纸线 这样呢 对我们的调剂 是有帮助的 那等到我们呢 对纸线的长度 有所习惯之后呢 慢慢的增长纸线 其实是可以增加 重语的几率的 好 那接下来这个图呢 就讲解说 我们使用两寻的纸线 出发 用两寻的纸线 来做练习 把我们两寻的纸线 这样的一个钓鼠呢 练手 然后呢 今天如果钓框是 鱼嘴很猫 鱼不吃了 而且那个鱼 都在同样一个泳城 在游 怎么样知道 同样一个泳城 就是 你用拼光镜看的时候呢 那个鱼影啊 大小都差不多 表示呢 鱼呢 都在同一个泳城 在游动 那他认为啊 鱼在同一个泳城 游动的一个情形呢 是鱼不太想要吃了 没有什么活力的时候 这时候呢 我们加长纸线 来引诱鱼呢 吃耳 在这个钓鼠 很自然下沉的状态呢 让鱼吃耳中鱼 那另外一个情况啊 另外一个情况是 今天的鱼活性很好 非常的活跃 很愿意吃耳 那我们这时候呢 我们这么长的纸线呢 其实呢 就有点没效率了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缩短我们的纸线 增加我们钓鼠的灵活操作 而且呢 耳料可以快速的就定位 让鱼吃耳 那怎么样看鱼今天呢 是很有活性 很愿意吃耳呢 除了交耳很快以外 这个鱼啊 它是上来咬你的耳 再往下冲的 那怎么看 这个呢 就是乒乓镜 你看这个鱼影 是忽大忽小 忽大忽小 它就是从下面上来 吃你的耳再往下钻 表示今天的鱼呢 鱼嘴很好 很有活性 那这时候呢 我们缩短直线 让鱼呢 就是很快的 能够吃耳 我们增加我们钓鱼的效率 好 接下来的文章最后呢 它说这是一个 侦查吊主 它说它在这个专栏 还有呢 在很多地方都有 跟大家介绍这个吊主 所谓的侦查吊主是说 我今天呢 用特别细的线 只要1.5号母线 加1.5号直线 而且呢 我零看无标 两循的直线 5号的钩子 这样子的方式呢 我会让我的钓主 很容易 很自然的下沉 而且呢 知道鱼所在的 钓棚的深度 还有呢 今天鱼嘴好不好 到底愿不愿意吃耳 如果很愿意 加出我的线 加大我的钩子 如果今天鱼嘴很猫 那我加长我的直线 然后用细的直线 还有呢 钩子小一点 这样子的一个 侦查试卦呢 可以让你知道 今天鱼情的状态 然后呢 再调整成 适合今天钓框的钓主 所以呢 它叫 侦查钓主 这边呢 也一并介绍给大家 好 以上呢 就是981 小太太老老师 在基钓密传 钓鱼专栏文章里面 第五章 第一节 讲到 直线的长短设定 各种的思维 让我们能够 针对不同的钓框 针对不同的水深 地形环境 采用 合适长度的直线 进了呢 增加钓鱼的几率 大家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试试看哦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 麻烦帮我们按一个赞 或是订阅 以及开启小铃铛 来收取更多 更新的钓鱼知识情报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